Oh yeah 出任务 享受生活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好好地享用一份 健康美味的料理 时尚CEO温小红 带你感受健康食材与美味料理 探索更多生活中的美好 生活的可能 Oh yeah 的可能 今天的欧夜出任务 我们来到了台北 一家非常高档 也非常知名的Joyce East餐厅 当然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Joyce East的店经理Teresa 以及他们的小批主厨 来跟我们谈一下 最近常常我们听到很多 食安风暴的问题 到底如何挑选好食材 非常重要 在这之前 那我们先请Teresa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Joyce East 这家餐厅最大的特色 我们老板本身是 自己去做设计的 那他很懂美食 也很喜欢吃美食 所以我们在全台北市 有他的三家餐厅 那之所以在台北市 有各个点都有 他的餐厅是 他想要给喜欢美食的客人 究竟的都能够到一个 理想中的餐厅去享用美食 你的餐厅呢 有很多的企业家名人 都非常喜欢来 所以在挑选食材上 又要比别的餐厅 可能要更加的考究 对不对 对于挑选食材 我们非常的重视 陈一阵子的食安风暴 我们也非常检浅 非常小心 所以我很幸运的 没有收到任何的一个影响 听说有企业家 还给你们建议 要如何挑选 因为他非常喜欢吃 不同的鸡的料理 然后觉得说 如何挑选到好的食材 他还给了你一些建议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有个企业家 他告诉我们 在跨东政府那边 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饲养非常好的一个机种 然后告诉我们 可以运用看一看 所以就告诉我们主厨 有这样的一个食材 哇你们真是贴心的 食物客人要什么 你们基本上就帮他 寻找到好的食材 对不对 那我要请教一下 小皮主厨 对你而言的话 因为这么多的食材 等于都上您来挑选嘛 我们都非常期待 能够吃到你的料理 那听说呢 在这个之前的话 你怎么样选食材 对你而言是很谨慎把关的 就于在选食材 这件事来讲 我们没有 并没有分高档食材 或是比较便宜的一些食材 但是我们就是 去挑选它比较新鲜 然后它的产品出自于哪里 它的方式 怎么样会有这个产品这样子 对然后对于这个好时机 它是用花东走路那边 好上好水的东西去饲养 然后它没有打任何的抗生素 还有生长激素 而这样子去养成 四到五个月去宰杀这样子 所以你自己就亲自调味 然后也都试过 然后你觉得它是很好的品种 所以你来介绍给客人 它的肉质比较Q弹 然后客人吃起来也是还蛮喜欢的 像一般的鸡肉 它是吃起来没有一些弹性 是 我常常在我们煮餐厅呢 就听到都是您的大作 比如说你们好吃的龙虾意大利面 或者是牛肉蛋清汤 我知道你对食材的要求都非常的烤旧 但是像鸡汤的料理 今天好像你特别为我们准备了 咖啡熏鸡 对 还有纵骨布列斯鸡的双味的鸡汤 对 那小屁竹竹 我们现在就可以上菜了吗 可以啊 好期待哦 好那我们现在来上我们的 双味布列斯鸡汤 好 哇 真的是好像中西合并的感觉 是有这样子的一点味道 那请小屁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它这个鸡汤啊 就是用瘦肉跟花菇 然后姜 还有一些鸡爪 然后下去熬 熬大概五六个小时 哇这样小小的一份 充满了浓浓的情意 营养到下了 对啊 六个小时才能熬出这样子的一个鸡汤 所以我们先可以来喝喝看了吗 可以啊 你要一先令一下 因为你是将军 请用筋 谢谢 OK 好 鸡汤上让我们一起来喝咯 是 哇 真的好好喝哦 喝到它的原汁原味 好好喝 其实这个鸡哦 来做这个鸡汤 我觉得特别鲜甜的 好香好浓 可是又不是像中式的餐厅 它也加上了一点点西方的元素在其中 对 感觉听起来是中式的食材 但是它可以用这个这么好的鸡料的一个 很西式的一个汤品 我也觉得很棒 而且没有一点点的腥味 对不对 听说像这样的鸡汤就非常的纯净 通常有时候有些鸡汤在鸡油的部分啊 可能会出现一些杂质 但是这个鸡好像跟一般的鸡有很大的不同 对 您可以看到它这个汤它上面浮的那个鸡油 它其实它是比较清澈的 我一想一般的鸡它比较深黄 对 所以它是属于就是吃饰养的是比较健康的食材啊 或是一些饰料去饰养的 对 知道它好像吃很多素耶 对 对 很多都是 可能比人吃得还好呢 都很多五穀啦 或者是蔬菜啦 水果等等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鸡汤虽然很浓郁 但是它不油 是 是真的耶 它不油腻 我自己本身都觉得喝起来很清爽 听说还有第二道 咖啡熏鸡 没错 我们常常听到茶熏鸡啦 或者是茉莉花熏鸡 或者是一般的像酱油啊什么很多不同的调理的方法 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咖啡熏鸡 你发明的喔 对 没错 那小屁主厨 现在我们可以来吃咖啡熏鸡了吗 可以可以 OK 咖啡熏鸡来了 这我觉得好像有那个感恩节和圣诞节大餐的感觉 那小屁主厨 你到底怎么想到做咖啡熏鸡这道菜的呢 因为它是属于用库列丝的鸡 所以它的鸡肉比较Q弹 那当然做那个熏鸡啊 它会比较越嚼越香 那咖啡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现在大都会的上班族啊 一些企业家他们都喜欢喝咖啡 所以用咖啡的味道下去 他们都喜欢喝咖啡 那你又觉得把好鸡要让他们吃吃看 那做结合 所以就做了一个结合 谢谢 还蛮大块的 看起来是不是很美味 对 非常的实在 然后但是又很好吃 来来来 赶快来尝看看 你在切的时候 就可以闻到它的那个咖啡清香 对 吃起来真的是很有嚼劲 而且很弹牙耶 但是它的肉却不干涩 对 乍吃好像觉得是茶的味道 但不是 对 它完全是咖啡的香味 咖啡熏鸡是我们用二砂糖跟咖啡粉 还有面粉 然后下去做熏底 熏的时候前面三十分钟翻一次 先去熏下面皮朝上 第二次翻面的话换熏那个皮 好复杂的流程 对 他们当初会想到 小屁师傅会想到用这个咖啡熏鸡 他也试过了很多次 怎么样让这个咖啡 能够很均勻地熏在这个鸡肉上面 对 然后让它有这个风味之外 还要保有它这个鸡的原汁原味 所以这个摊鸭的口感 所以花了很多工夫 而且我觉得这个鸡 整片感觉好像很大 但是它其实你把骨头都去掉了 对 没错 这样比较好方便客人的食用 其实这就是高档的餐厅 在做料理的时候 也要贴心地为客人 考虑到每一个情况 对不对 所以中国人很喜欢吃鸡 其实过年的时候 好像也可以整支咖啡熏鸡 你们是也会 可以有这样的服务吗 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 对 也可以是 太棒了 在家里聚餐的时候 要买一支这样的熏鸡回去 Feminist style非常棒 今天非常谢谢Teresa 谢谢小匹主厨 为我们做了这么棒的料理 今天我们的欧夜出任务 圆满成功 欧夜